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带来宣布秦刚大使的贺信 贺信 今天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 与大休斯顿地区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举办中秋晚宴 汇聚两岸四地同胞 网腰美男各界友人 共赏一月 同庆佳节 我请向大家自己亲切的节日问候 千百年来 中秋节单会标相 花好乐园 是海内外 中华儿旗邀家人的朋友 赏月 庆佛祈福 祝福国泰民安的时刻 大家身居海外 心细孤独 积极传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丰富了当地多元文化 促进了中美交流了解 评分秋色 亦人满 长半如虚千里名 共庆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之际 我们深知 海峡亲浅 隔断不了两岸情人 大洋往后 党不了民族情怀 附近国家统秀 实现民族复兴 使中华大地和海内 台湾所有联航 共同新生 只能一致追求 大洲新地区 华侨华人 长期关心和支持 主席国的独立大业 反途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做出了积极奉献 台湾问题 从根本上说 是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域完整的问题 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追求问题 台湾问题 以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 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 让我们以顺应历史大使 永当实在责任 为实现解极国的完全主义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企业手努力 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和责任 远大于分歧 无意让差异和分歧阻碍双边关系发展 成为对抗中国第一岸